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法国喜剧电影神奇手机 大家看电影时最好不要被这部电影的恐怖荒荡给吓到 高中男生小西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 他暗恋着转校生小慧 但却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他的芳心 于是为了能够时刻联系到小慧 小西买了一部手机 但是当他使用这部手机时才发现了这部手机的神奇之处 一开始他只是发现这部手机不同于普通手机 有一些神奇的功能 但是这部手机开始的神奇 最后却逐渐变成了不可掌控的恐怖力量 小西发现自己无心的一句话 这部手机都会去执行 并且实施的手段知残忍血腥并非人为一般 有人接听了这部神奇手机 自动打给自己的电话 就会像着了魔一般去按部就班的实施 接下来小西就见识到了这部手机 令人汗毛直竖的恐怖力量 先是在学校里上数学课时 数学老师莫名其妙地吞掉了讲台上的粉笔 接着在餐厅里 校长又吞掉了鱼竿里活生生的热带鱼 有人接到电话后 将厨房所有的刀叉全部插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甚至有人将浓硫酸主动地喝下去 把自己给烧焦了 这天小西带着手机去快餐店吃饭 快餐店老板却在接了这部手机的一个电话后 把自己的头粘上面粉和鸡蛋 放进薯条油锅里炸了 不久之后 自己的情敌又当众跳起了脱衣物 这所有的镜头看起来都既血腥又令人费解 尽管这部手机干了许多丧极天良的事情 小西还是不舍得扔掉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神器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小西终于还是分清了是非善恶 她开始想方设法地毁掉手机 但手机却依然毫发无损地待在她身边 手机知道了小西 想把自己毁掉的想法 愤怒地向全校师生发出攻击小西跟小慧的信号 等到小西带着小慧还有好友来到学校想要向老师求助时 众人却像疯了一般想要杀了他们 经过跟已经疯魔的众人的一番苦战 小西决定把这个该死的手机放进实验室 放在那个零下几百度的罐子里封存起来 这也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那个温度足以把一切都结束 可无奈全校师生都在抢这个手机 小西将手机扔下了好友手中抱着的罐子 眼看着手机快要放进去 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 好友却鬼使神差地接起了这时响起的电话 小西绝望地看着好友 以为她也要变成疯子 想要杀掉自己时 好友却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依旧把手机放了进去 最终放着那个手机的冰容器 被小西和小慧一起沉入了大海中 小西也终于和自己心爱的女孩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幸福地拥吻了 但是这部手机真的就能这样被封存起来吗 最终的结局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整部影片看起来荒诞怪异 但却不能不令人深思 很多时候手机太过于智能并非好事 我们最好不要过于依赖手机 有时间多抬头 看看这个精彩的世界吧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不见不散